這個121題是說 現在有個輪盤 然後ME 相對輪盤的中心是0.4公尺 ME 相對輪盤的中心是0.6公尺 MA 質量是等於1公斤 ME 質量是等於0.5公斤 他現在問說 兩支點 相對於這O點的總角動量多少 不包括輪盤 只包括這兩個 那我們知道這個總角動量 L 就是等於 這可以把它寫成 I OMEGA M A R A 平方 加上 ME MA 是等於1公斤 RA 是0.4公斤 再加MB MB 是等於0.5公斤 RB 是等於0.6公斤 然後乘以OME 卡 OME 卡是5公斤 好 這個是等於0.16公斤 0.16公斤 這是0.36公斤 乘以二分之一 0.36公斤乘以二分之一 所以應該是1.7公斤 1.7公斤 1.7公斤是標準單位 所以1.21公斤 這答案是0.34公斤 不曉得哪邊算錯 MA是等於1公斤 MA是0.2公斤 MA不支持1 MA 0.2公斤 MA 是0.1公斤 MA 0.2公斤 MA 0.2公斤 MA 0.1公斤 MA 0.1公斤 MA 0.2公斤 MA 0.1 MA 0.2公斤 MA是0.1 MA是0.2 RA是0.4 MA是0.1 RA是0.6 它乘以5 這是0.16 它乘以0.2 應該是0.032 應該是0.032 本來應該是0.32 0.036 0.036 加起來是6 0.068 0.068 再乘以5 5.840第4 5.630 5.34 0.34 所以答應應該是0.34 1 2 1 2 2 2